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向东 醒了 怎么样 好点了吗 好多了 咱们这是在哪儿啊 我们被一个猎人救了 这是他的家里 我还以为 我们俩 得冻死在那个地方 苏扬 昨天晚上我跟你说的那些话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你打算回国以后 怎么面对正好 要跟他向人吗 我想还是 暂时放放吧 我怕正好啊 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我真的不想让正好知道 他的亲生父亲 就是斯牟南 好 我听你的 咱们这回搬了画坊连累得够呛 估计他在这儿没有立足之地了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啊 租了个居民屋躲起来了 纳吉的人在到处找他们 我们先回去 冷哥 兄弟对不住你 这次我算彻底把你连累到底了 害得你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 我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冷哥 这儿再好 必定不是咱自己的家 要不然 你考虑考虑 跟我们一起回国吧 在这儿活了这么多年 这次这么轻易地让他们给我打回去了 我不甘心 我知道 可人家是黑社会 毕竟这是人家的地盘 你再怎么待下去 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要是怕我当年就不来了 小董 小董 我有个主意 如果可行 我们不但可以在这儿开公司 还可以把路子扩得更开一些 什么主意 记得当年 咱俩在劳教所里 怎么成为兄弟的吗 咱俩是不打不成交 对 不打不成交 你的意思是 让我去找纳吉 对 而且这一次就要把他打服了 服了之后再谈 你让我考虑考虑 好 好 那你考虑吧 冷哥是不是想让你去冒险呢 那即是当地的地头蛇 黑社会 不行的话 我们就先离开吧 以后再想办法 蘇洋 如果我们能和艾翁公司 长期地合作下去 那么 网香铺的拉燃场就有救了 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机会 过了这村就背这地儿了 机会以后还会有的 但是我们必须先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机会才属于我们 我知道 你放心吧 我有分寸 再说了 我们这次来 也欠了冷哥一个大人亲 这回 也送我跟那即一个了断 给冷哥一个交代 冷哥 那即去洗手间了 好 知道了 厕所 小董 下手悠着点 我有分分 你干什么 好 怎么呀 摆平了 我们这次啊 是跟那即彻底达成和解了 以后啊 我没有任何难处 他也会无条件帮助我们 就算借钱 他都愿意 真的 向东 你是怎么跟他们谈的 谈 向东 这次是彻底把他打服了 他要是不同意啊 向东能要了他的命 苏阳你放心吧 这次咱们可以踏踏实实地 和艾文公司合作 不会有什么事了 如果我们要好好地 跟艾文公司合作的话 以后就不能再跟他们 有任何瓜葛了 你说得对 我们主要要防着点 他们别来给我们捣乱 其他的倒没什么 苏阳 你就说吧 我们怎么开始 先注册公司 把我们的股份分清楚 都是自己人 分什么清楚不清楚 你就说我们怎么干 客户 厂家 服装 都是你们提供的 我们就跟着你混了 不 以我为主没有问题 但是在公司创业的初期 我们没有什么 能给大家的 所以 大家都是以入股的方式进入 这样的话 我们大家就是为自己打工 好 好 好好好 你放心 你放心 我马上招人扩大生产 等设计搞一到 我们立即投产 苏阳啊 我呢给你和向东呢 留了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不不不 不行 不行 一定要给 一定要给 要是没有你们呢 我们这个服装厂 早就倒闭了 好 好 这样 你回来以后啊 咱们再好好商量商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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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 咱们这个服装厂 算是得救了 怎 怎么得救了 苏阳他们呢 在东欧那个波里科夫啊 成立了一家公司 跟一家公司签订了 独家为他们生产服装的合同 头三个月 就订了一百万的货 美金哪 一百 那一百万美金和咱们人民币 能合多少 这 怎么着也得 好几百万吧 我的天 那 那关键咱们现在三个月 也生产不出来这些啊 这不苏阳让咱们赶紧去那个招人吗 扩大生产 还有啊 这三年以内啊 不能为别的公司生产服装 还别的公司呢 就这一家公司 咱们能不能做出来还两说呢 哎呀你赶紧去招人吧 还有啊 苏阳已经把那个合同 还有那个设计稿啊寄过来了 设计稿一到 咱们立即投产 行 那书记这么着 我先各个铺子跑一下 我去招人去 对对对对 快去吧快去 那我先去了书记 好好好 我们半年之内完成了艾文公司三百万美元的订败 我设计的佛装迅速为艾文公司占据了欧洲市场 我们在波里科夫的公司也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同时 我和郑向东最关心的 是何时能够回国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返乡政终于办下来了 经过了这一番磨难 才知道祖国意味着什么 以往的种种抱怨 此刻全部烟消联散 看他拉得还不错啊 看他拉得还不错啊 我们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妈 妈 来 文文 素颜妈妈 妈 你怎么了 没事 妈这不是岁数大了吗 是儿子不小 你怎么才回来 妈 妈 我们在俄罗斯那边 出了点事 回头 我再一五一十地告诉你 好 回来就好 姐呀 这一年 辛苦你了 应该的 好 有好多人说妈妈和郑叔叔的坏话 但是孙阿姨相信妈妈和郑叔叔 她说你们一定吃了很多苦 受了很多罪 我们不能怪你们 还让赵好哥哥不要怪你们 妈妈 就是因缘别人说您和广告叔叔的坏话 所以郑浩哥哥才对您这么有成见 您别怪郑浩哥哥 我不怪他 不是他的错 妈妈 我真的很想你 我也很想你 对了 文文 张妈妈来看过你吗 半年前来过一次 她说她现在在上海 不能经常来看我 给我留了一个BP记号 她现在过得很不好 连手机都用不起了 她现在在上海 答案 刚才妈都告诉我了 这一年我不在家啊 辛苦你了 应该的 你们这次 怎么去了那么久 好 你怎么 在那边出了些状况 平安回来就好 倩阳 我把正好的事告诉苏杨了 那这次回来了 那以后还走吗 不走了 哪儿都不去了 我已经决定了 把自己的股份 从苏杨的公司撤出来 以后啊 还敢老滚行做餐饮 那苏杨 倩阳 我在走的时候 答应过你 等我回来 一定给你个交代 我 再也不走了 我 我 对不起 玻里科夫的那个公司 是用当地人的名字注册的 我们拿到了 艾翁品牌的中国总代理 也就是说 一部分服装 可以在国内销售了 我没听明白啊 你们自己生产的服装 反倒要去拿外国人 在中国的总代理 有点屈辱是吧 但是没办法呀 这就是品牌效应 话说回来 同样是我们生产的服装 不挂上人家的牌子 恐怕还一件都卖不出去呢 是啊 是到了品牌营销的时代了 所以啊 我们必须要创立自己的品牌 你要创立自己的品牌了吗 现在时机还不够成熟 我们想利用这三年的时间 好好学习一下 太好了 卧薪尝胆三年 素杨 你国内的这家公司 一定要注册在深江 需要什么样的政策 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 好 谢谢秦局长 沙发和王芳最近也要回来 等他们一回来 咱们的新公司就可以成立了 说实话 我还是喜欢做菜 你是因为倩雅姐吧 有这个顾虑 虽然倩雅不在乎 但是 我明白 素杨 我们被别人戳了半辈子几粮骨了 我倒无所谓 可是 我不想连累孩子和家人 行 那公司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年底等人分红就行了 不管活就拿钱这事我可来不了 我把股份转给你吧 这家公司是我们俩一起在玻利科夫 打拼出来的 没有你就没有这家公司 那就算我功成身退了 素杨 你知道 为了孩子 我们还得减少来往 我同意 向东 那得今后怎么打算 我三年不能经营餐饮业的鲜链快满了 我打算跟仪廷 把大众饭店再给盘过来 继续做饭 也算是 枕兴总业吧 就像 你喜欢设计服装那样 也有成就感 对 吃和穿是人的基本需求 其次才是精神需求 向东 把正伏计发扬光大吧 好 深江浩南服装公司开业典礼 正式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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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爽 下面有请工商局情局长志赫慈 祝贺 深江浩南服装公司正式成立 开业大吉 下面请剪彩 祝贺你 祝贺 殿下 走啦 走啦 回见啊 好 还数钱呢 别数了 姐 你看看 你看看 怎么了 深江又出了一家服装公司 正在上海招人呐 你赶紧看看 你想去啊 不是 我就是觉着当时 如果咱们不跟着 斯梦南一块盖酒店 那深江谁干得过咱们呀 行了 别眼红了 买了这个 上海的招聘会已经结束了 我跟王芳面试了上百的业务员 有能力的吧 一听说公司在深江都不愿意来 深江本地的业务员呢 说实话 没见过什么世面 只要培训起来可就费得劲了 没隔半年根本带不出来啊 其实有一条县城的渠道 我们可以用 什么渠道 张丽萍的渠道 张丽萍不是已经倒闭了吗 但是关系都还在呀 就张丽萍那人 能给咱们打工吗 不是打工 是合作 张丽萍被斯梦南搞得元气大伤 弄得他这么多年都没缓过劲来 如果我们帮着他把公司建起来 重招救部 那这条渠道 很快就能用起来 那我们直接把建军招回来不就得了吗 张丽萍可指着建军呢 建军这个人有头脑没有魄力 如果没有我和张丽萍这样的人在前面盯着 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大事 张丽萍可是宿敌啊 有多大的胸怀才能做多大的事 问题是张丽萍能有多大的胸怀啊 我不需要你的恩赐 这不是恩赐 我现在是需要你的帮助 如果我们自己建立起这套销售网络 至少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但是如果你来做的话 我估计几个月就能做成 我知道之前你们在全国的营销 做得很好 只是没有机会拿到有竞争力的产品 现在我手上有产品 但是缺少的 是营销渠道 渠道有的是 随便找一家就能合作 可是我不了解他们 那你了解我对吗 我当然了解你了 所以我才选择跟你合作 我现在做点小生意挺好 虽然挣不了大钱 但也饿不着 不担风险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怎么可能甘心 做这么小的生意呢 你手上有那么好的销售资源 随时都可以做起来 只不过是前期缺少一些启动资金 这些钱我可以想办法帮你垫上 你就不怕我起来之后 会威胁到你 咱们俩是优势互补 互相需要 打不起来 放心吧 其实我们俩早该联手了 只不过我们中间隔着一个思梦男 怎么样 你有他的消息吗 没有 我和建军四伙 跑到海南找他大半年 一点踪影都没有 找到了又怎么样 为了那么一个人 放弃自己的事业 太不值得了 我早就对他不抱希望了 这样 我这儿啊 有一份合作意向书 我希望你看看 而且 文文如果知道我们两个合作了 相信他也会很开心的 相信他也会很开心的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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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老郑家的祖爷 又回来了 老郑家的心愿也尿了 妈 妈 我打算你 我自己给你 你对我自己说 你就没有看过一项 你没有看过她 你喜欢她的单独 你喜欢她的单独 你喜欢要求她的单独 她 такое 谁喜欢她 哪让她好 她的单独 公司太会挣钱了 设计 生产 销售 全部都是由中国人来负责 连国门都不出 白白让他们拿走三成的利润 这就是艾翁的价值 品牌的价值 苏杨呢 我找苏杨 苏杨来了 苏杨你给我出来 苏杨 干什么 你给我拆开 别动手啊 没关系啊 我找苏杨 别吵了 我就是苏杨 别说 找你还真挺困的 请问你是哪位啊 找我什么事啊 找你什么事 你别给我装糊涂 你们家的房子已经抵押给银行了 你老公伪造假房产证 他把我钱都已经骗跑了 我还以为你们不回来了 这事跟我们苏总没关系 没关系 实话告诉你吧 我已经查得很清楚了 他们是合法夫妻 今天要是不把钱还给我 我就把你们公司给砸了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可以出去看看 我带了多少人过来 太多人 他欠了你多少钱 不多 九万 苏杨 我要是你 我绝对不会替斯某男 还这笔钱 跟你有关系吗 你是干什么的 你被骗了 为什么不报警呢 我早报了呀 但是警察抓不到 王芳 给他值十万块钱 不是九万吗 还有一万 就算是精神损失费吧 凭什么呀 咱们有那么多正经的事 还没干呢 哪有时间为这点小事浪费时间 再说了 人家已是受害者 快去吧 跟我来吧 这就对了 走 你们是不是还欠着人家 把很多建筑工人的工资 没给啊 那你这次回来 算是自投罗网了 你要是连这点担当都没有的话 我也不会和你合作的 这个你放心 我跟斯某男是有合同的 该我负的那部分责任 我一分钱都不会赖 不给你 我相信你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你不来 我们也要去找你的 你现在的情况离不了婚 为什么 你跟思孟楠结婚后 留下了大量债务 光深江就有几百万 十来栋烂尾楼在那儿 好几年了都 他做的那些事 我根本就不清楚 你有什么有利的证据 可以证明 你和这些债务没有关系 或者说思孟楠可以站出来 为你澄清 你和这些债务没有关系 他不会出面的 对啊 找都找不到他 所以说我们不能相信你的一面之次 明白吧 这样吧 你先回去 过两天呢 法院跟银行的办案人员会去找你 你们是法定夫妻 思孟楠又不在 而且现在你也说不清楚这些债务 是否用于你们家庭共同生活 所以银行呢 肯定是要找来的 如果你们谈判不成的话 我们可能会 对你名下的财产进行查封 思孟楠做的那些事情 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段时间我们俩正在闹离婚 所以那些债务 当然不可能用于我们的共同生活 当然 我们 其实根本也没有什么共同生活 当然了 我们现在不能听你的一面之词 还是那句话 我们需要思孟楠当面澄清 或者呢 你能拿出更有力的证据 他欠了银行多少钱 连败带息五百三十多万 五百三十多万 你们当时怎么给他贷款带了这么多呀 当初他是用一块地平和寄出房产进行抵押 据我了解 他母亲的房子 还有你继母的房子全部抵押了 你继母的房子被我们收走了 人好像回乡下来 那思孟楠妈妈家呢 她是侍卫领导的遗孀 我们就没有让她走 还在那里住 我真的是还不起这么多钱 这个你可以分期分批还 我们也希望不影响你的企业的发展 甚至不影响你的个人收入 所以每个月你可以还一部分就行 如果你把这笔债务还清的话 那块地皮以及那些烂尾楼 你们还可以继续经营 我不经营 我也不懂 书记回来了 这什么东西啊 艾翁公司两个月以后啊 要在上海举办一个时装发布会 以我们的产品为主 邀请咱们去呢 李书记 要我说咱还是别去了 你说咱们一去让人家一看 咱的服装是咱俩这样土编式的人 做出来的人家别取消订单了 人家冲的是苏洋 还有冲的是咱们那个腊染 还有手工技术 咱们不怕他们说咱们土 那就像苏洋说的 中国土著那才是咱们最大目的 雷叔姐 嗯 现在啊 带咱们中国神秘元素的东西 特别好卖 现在呢 咱们欧洲市场打开了 北美的市场咱们也打开了 那咱们现在送国际品牌了 谁说咱们中国引领不了神秘 这些潮流啊 我看哪 咱们妄想铺就行 这些潮流啊 那咱们都没有ák温 做的 哇 咱们的窗币 Costa 你别看那个 你看看这个 人家苏洋都上杂志封面了 真的呀 正好 来看看 来 苏洋阿姨厉不厉害 好洋气呀 嫂子 人家现在不叫洋气了 叫时尚 时尚 不是 时髦吗 一个意思 别光看瓶啊 看啥啊 看看 有了 这儿 著名华人服装设计师 苏洋专访 你看看人家 都不写中国人 写华人 多时尚啊 这照片拍的 挺好啊 好什么呀 多显胖啊 等他回来我好好给他拍上一组照片 到时候那儿一看 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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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孩子 怎么 怎么 不管他了 这个 城市伤情杂志是咱们深江的吗 没错 以前登过我照片 你们看 他们在招记者和编辑呢 我想去试试 行吗 你还别说 咱这拨人里边就属你文化程度最高了 我觉得 你可以去试试啊 嗯 张丽萍他们的销售渠道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咱们的衣服 咱们什么时候也能有自己的品牌呀 从现在开始交计划呀 冷化方他们在欧洲的市场啊 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你们俩没事也经常往国外跑一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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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怎么来了 我刚才在车上看见您了 没人照顾您 有人照顾我 那侍卫啊 每个月都给我送粮送油 有人照顾我 有人照顾我啊 那吃饭怎么办呢 看 买点 年纪大了 吃不了多少了 这样吧 我给您请个保姆照顾您 不要请保姆 请保姆得花多少钱呀 我现在 那个月啊 剪点破烂 还得还钱呢 靠您这么剪破烂 怎么能还得上啊 能还多少 是多少呗 也是 把家人带过去 你 也没想法 好 是 我是 是 你 也不回来看看 我回来干什么呀 这儿也没有我的家了 是啊 你们家的房子银行收走了 宋素萍呢又回乡下去了 活该 汪大妈 这个呀 是我送给您的衣服 您收着 这这给我干吗呀 不要不要 我也穿不了你们这时髦的衣服 您能穿 这是我给您量身定做的 收下吧 这量身定做的 你知道我的尺寸 大眼一看就知道了 还好您这些年没怎么变 那好 那大妈就收下了 谢谢啊 不客气 杨阳啊 当年大妈老眼光 你别怪大妈啊 没有 你看现在满大街的 这大姑娘穿着裤头就上街了 那喇叭裤都过时了 走 大妈陪你到老房子看看去 走 放这儿吧 来 宋苏萍走的时候 拿走了几局 你说你爸爸这辈子 怎么碰到这么一个女人呢 你可别招他了啊 眼不见心不烦 这辈子啊 也别见面了 你先忙着 我过去看看啊 哎 爸 您的梦想是什么 爸爸的梦想 就是在北京开一个画展 能够让一些懂画的人 看到爸爸的作品 您的这个梦想 应该会实现 你给我捡回来吧 我知道你不要捡 不要捡 你非要捡 剑真心到底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呢 这么臭你捡他 给我弄这些 我还要揍你 你干什么呀 我请你来是来照顾他的 我告诉你 你这是虐待老人 我可以去法院告你 说出东西赶紧走人 伯母 快起来 伯母 您这是何苦呢 我慢慢地 一点一点地 就把钱给还了吗 您告诉我 他到底还剩多少钱没有还 苏洋啊 你别管 别管啊 我们为爱翁公司 我们为爱翁公司独家生产服装的合同 今年就要到期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除了完成爱翁公司的订单之外 最重要的任务 要建立自己的品牌 我觉得现在 时机已经成熟了 中国 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 引领潮流的服装品牌 现在国内 已经有很成熟的渠道 而且我们在海外的公司 已经在欧洲等地 建起了自己的渠道 所以 接下来一年 是我们创造自己品牌的一年 也可以称为 浩南元年 来来来 喝一个 喝一个 好好好 喝一个 干了 来 来 来 生意不错 实在是忙不过来 这生意不好不行 好了 也受不了啊 发奖金的时候 可别说你受不了啊 是是是 喝 喝 喝 来 试试 试试呈 别空着杯子 来来来来 倒门倒门 向东在吗 在后福呢 来 来 好 要点什么 向东啊 怎么了 我刚才 看见大清了 出来了 在哪儿看一趟 就 大厅 跟几个人吃饭 行 我出去看吧 我跟你一块去 不用 我走 一条路 曲折不平 一场爱 忽远忽近 你就像黎明前 那颗流星 如此绚烂 让人捉摸不定 一个人 两种心情 一场梦 梦了游戏 我就像风吹过 那片抚平 没有重量 就像一道剑影 最遥远的你 是我最近的心情 希望我不会心 带你看城市最美的风景 最遥远的你 是我最近的心情 拥抱一颗流星 却希望得到永恒的光明 最遥远的你 是我最近的心情 是我最近的心情 希望我不会心 带你看城市最美的风景 希望我不会心 带你看城市最美的风景 就是这样的一位 能感觉 不可能 抱歉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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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